我們取出哪一個式的胡蘿蔔紙 我們這一段時間在推動縣市政府 這樣一個行動繳會的經驗 雲林縣是在兩個月前到雲林縣來跟其處做可收營 兩個月後既然就啟用了 可見就是說雲林縣政府 這個團隊在張縣長的領導之下 整個行政效力真的是很高 今天雲林縣政府率先 既台北市之後我們響應無現金支付 行動支付這樣的一個付款方式 來結合一機在手 無論是你的繳款方式透過手機 信用卡或是悠遊卡或是一卡通 都可以透過手機的方式來繳款 我想這個不只是縮短程強的差距 同時給我們民眾更加的便利方便 24小時都可以透過APP來繳款行動支付 我想除了我們本身的一些規費罰款地方稅 包括國中小的學雜費 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希望我們雲林縣的 無論是農產品的行銷或是交易 或是我們觀光旅遊的人口都能夠增加 因為至少我們跟其他縣市的差距越來越短 那現在目前大概我們斗六跟胡偉 本身的店家還有這幾個學校 來參與這樣的一個行動支付的網絡 我們希望擴及到我們雲林縣每一個角落 那更多的店家更多的這些學校 一起來饗宴共將盛舉 那販售機也是屬於行動支付的一環 那我們把我們的雲林良品透過這個販售機 在裡面販售我們的雲林良品 那我們販售機可以說是五元國界 透過全國性的行銷管路 甚至未來我們跟其他國家 如果有各方面的這些交易的結盟之外 我們把雲林良品透過販售機 也可以輸送到我們國外去 那我想透過今天的這個行動支付 無現金支付的這個方式 可以說是能讓雲林縣 整個在生活便利上更加的提升 更加的方便 那也讓我們透過現在的智慧科技 還有網路共同結合在一起 那這是我們第一個 非常透過網路來做一個行動的便民措施 然後在這裡非常感謝我們雲林縣政府的所有團隊 民眾師傅雲林上場 讚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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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